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魂 没有记性 是很多长者的通病 但如果四五十岁 记忆力就变差 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是 轻度认知衰退的症状 不是正常老化那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健康关注组 老化就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Gloria,你觉得我们老了会变成如何 老了应该体力会变差 另外就是女性罪角 皮肤应该没那么弹 最后就是记性 记性应该没有年轻那么好 其实六十五岁之后 如果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差了 都是很普遍的事 但如果只是四五十岁 觉得自己没什么记性 小心是轻度认知衰退 而不是正常老化那么简单 我试过有些朋友 四十多岁就记性很差 即是熬个湯就忘了熄火 这些不知道会不会是轻度认知衰退 不知道会慢慢变成认知障碍症 你说我的朋友是否我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了解一下 轻度认知衰退 而我们的主题就是 记忆力变差 小心认知衰退 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有精神科专科陈凯怡医生 和脑神经科专科杨思维医生 另外一提提大家 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上关注 欢迎去我们Facebook KiTV健康关注者的专页留言 或者WhatsApp我们 现在香港人口老化 所以多了人会有认知障碍症 因为人是老了 但如今天我们说的题目就是 轻度认知衰退 可否请杨医生和我们说 什么是轻度认知衰退 很少听 轻度认知衰退 英文我们叫Mild Conductive Impairment 简称MCI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脑健康开始退化的警号 人年纪开始大 或者可能有些其他的病变 一起发生的时候 会令到脑里面的细胞 凋亡的速度开始加速 脑细胞数量开始减少 会出现脑萎缩的情况 引伸出来的 病人开始会有一些 认知能力上的缺损 最常见的就是 记忆力上的偏差 据个例子 除了病人自己 会留意到这个情况之外 很多时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都会留意到这个情况 譬如说 如果病人有一些 近期发生的事情 可能他转过头忘记了 要家人提醒他 又或者是 他可能要处理一些 复杂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事 譬如处理银行户口的时候 就可能有些困难了 更甚至乎在工作的层面 有时在工作的时候 在一般工作崗位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有些力不从心 判断力、缺断力那些 但轻度认知衰退 最主要是不会影响到 一个病人自己的 日常生活自我照顾能力 杨医生 因为刚才你说 可能有些家人 会留意到 其他成员会有些 忘记东西的情况 因为我也留意到 我妈妈 她年纪很大 她都会有这个情况 经常都忘记东西 医生 如果长者 发现轻度认知衰退 又没有处理的话 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首先第一个很重要 大家要记得的就是 不是所有轻度认知衰退 都会演变成为最严重的认知障碍症 作为参考 统计数字来说 每年有10-15% 患有轻度认知衰退的病人 他们会持续急剧退化下去 一路退化下去 那个记性会越来越差 可能那个判断力 行动力 可能集中力 各样东西都会慢慢 越来越恶化 语言能力可能会退化 甚至乎自己的方向感都会丧失了 而久而久之的话 一路引伸下去 当不同的范畴的认知能力 都退步的时候 就会丧失了自我照顾的能力 变成要家人照顾 所以其实 越早可以诊断到这个情况 越早去尝试介入 就希望可以减慢到脑功能的退化 那陈医生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 轻度认知衰退 不单是影响记性 或者是一些认知的能力 因为你 例如旁边的人 他没有记性 那我当然会问 对吧 你为什么又没有记性 但好像他自己的情绪 都会受影响 为什么呢 其实轻度认知衰退 就是我们脑内的细胞 慢慢减少 那就影响了我们脑内的一些 一些传递物质 其实这些传递物质 其实这些传递 除了我们的记性之外 都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 语言 我们的情绪 或者一些行为 所以那些患者 除了会表现得没有记性之外 其实也会有些情绪上的波动 比如说他会比较容易生气 甚至出现一些抑郁 焦虑的情况 有些人会日夜颠倒 有时严重的 甚至会出现一些妄想 或者幻觉 有很多人会忽略这些 初期的精神行为的症状 其实初期如果长者 只是说小小没有记性 我们会觉得很普通 年纪大了 没有记性很正常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只是小小的情绪变化 他们很多时候都不会遗疑 所以如果你发觉 身边的人真的 记性开始差 就可以多点留意 其实他们的情绪 或者他们的行为 会否出现一些異常的情况 可以及早留意 所以我觉得家人的支持 也很重要 如果患者自己本身 也及早求疑 了解自己的情况 对病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和大家看看 另一个案件 也是一样 这么关心 轻到认知衰退的 Bonnie姐 黄文威 Bonnie姐 我相信大家都很记得 你在《LikuLiku》新年才 会见奶奶的一个角色 我知道你的家人 也是有认知障碍症 在照顾她的过程中 其实有什么感受呢? 是 我妈妈有老人痴癌症 我们那个年代 就叫做老人痴癌 但现在就叫做认知障碍 我还听到别人说 认知障碍是会有遗传的 我真的很害怕 我又喜欢玩 又喜欢演戏 又喜欢唱歌 又喜欢唱歌 翌日有了这个症状之后 我又忘记了事情 又没有记性 又一会哭 一会笑 我还怎么可以出来见人呢? 那怎么办呢? Bonnie姐 我们就要问一下专家的意见 听下有什么养老的方法 改善记忆力吧 对了 趁阿丁博士在 我们要找他指点一下我们 因为有些人说 什么认知障碍 是很容易没有记性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纪 真的我们都很害怕 将来有认知障碍 没有记性 我们怎么可以做我自己 喜欢做的事 又可以做我自己的工作 这样不会被人淘汰 那怎么办呢? 你可不可以有办法 给一些秘笈 教我们的脑子 如何去运作呢? 好的 教就不敢说 不过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的脑子 是一个挺大的器官 它里面有很多神经系统 和细胞 细胞和细胞溝通 要靠渠道和调量 我们称这些叫特触 特触这些是很特别的 如果我们吃东西 营养足够 又会令到它没有那么容易衰退 以及保持它健康 那我们就会转速快一点 脑又精灵一点 哦 丁博士 我想问大脑需要什么 特定的养脑营养的? 其实是 我们的脑需要很多营养 令它健康 经常听到奥美加三脂肪酸 其实我们脑里面 很多传递系统的神经 应该是靠它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些 例如说叶酸 维他命B、维他命C 膽碱 甚至乎尿甘丹鸿酸 这些是重要营养素 维持我们脑里面的特触健康 所以如果要达到 这个养脑营养摄取到的话 我们其实每天都要吃得 比较健康均衡才能做得到 要吃这么多东西 对呀,我很饿吃 我又会吃很多东西 但好像有很多金鸾酸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怎样 怎样吃吃 我也明白的 有时我们看到老友记 可能胃口不太好 食物的份量少些 甚至乎不太均衡 未必那么容易摄取到 刚才我所说的一系列的营养 那吃些什么 所以我们有时会建议老友记 可能考虑选用一种 含有刚才我以上所说的 专利配方的补充营养品 那这种补充营养品 其实是由不同的欧盟 不同的国际的 认知障碍机构都推荐的 发现如果服用一段长时间 便会对脑更健康 认知会更好 连脑的减少速度也会更慢 很多东西 那我们平时应该吃什么食物 最好呢 鸡蛋 鸡等等 如果你说要保脑的营养 其实我们有足够的蛋白质 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 刚才我们所说的 要有些优质的油 鱼油 或者我们家中用的 就是鸡蛋油 煮食的油 对 芥花之油 这些对脑保是很有用的 是 除此之外 不要吃一些对脑不健康的东西 例如太甜 太咸 或者太多脂肪煎炸的东西 都是无益的 这个我们也会 那譬如我们平时 晚上睡觉 有时间去瘋一下喝酒 有没有影响的 其实看一些研究说 喝酒的对应之 都是对脑 对 退化 不是那么好 要适量 如果一个星期两三次 那就不好了 一个月一次半次 分量控制得好 是 在手下也可以 是 没关系 开心最重要 是 没错 利用营养补充品 去帮助吸收足够的营养 的确是轻松简单很多 无论是脑友寄 还是照顾者 都可以很方便地天天喝 持续补充养脑营养 及早开始拥有医学实证的方法养脑 预防认知功能的衰退 好 我们一起为脑健康把关 轻度认知衰退 令记忆力和认知能力下降 好 情况变严重 甚至会导致情绪失控 认知障碍 没有药物可以根治 唯一方法 及早预防 提升大脑抗疫力